接下来有观众朋友说了 我就是不想出国 因为台湾就已经很好玩 很好买 很好吃了 那说到好吃 有很多人就会选择到台南去 但最近有民众 在PPT上面发了一篇文章 他说十年前他去台南 他每一样东西都觉得很好吃 但没有想到现在再去 他在吃的这个方面 觉得怎么都变得这么普通 但是这贴文一出 引发了在地人的反击 直接说真的不要再来台南了 你们爱排队 但是又这么爱闲 这里排那边野排排排排 每到假日台南美食老街商圈 就是这样 排队人潮快看不到镜头 为了美食游客们等再久都愿意 不过最近PTT上出现这一篇文章 网友发问台南东西变难吃了吗 说十年前吃到的蒜头猪脚 以及施木鱼 去年再去吃觉得味道变普通了 底下留言有人认同 但也有人回应 真的不要再来台南了 爱排队又爱闲 也有人说一堆店被观光客搞砸了 搞砸后才抱怨难吃都不要来 洋葱扇鱼大火快炒后调味 再放入意面一起炒这道干炒 扇鱼意面 在台南飘香数十年 老板坚持遵循古法制作 强调美味没变过 台南很多古早的 真的都要用时间换出来 先入为止的观念 比如说我在台南吃什么口味 到这里比不一样口味 就说你走不走 大部分店的那个炒的方式 都叫古早里在走 这是不可能变的事情 一百万个只有一个说都不算数了 另外这间知名米糕店已经传承三代 老板说自家米糕始终如一的美味 到底是台南美食味道变了 还是吃的人口味变了 这恐怕没有标准答案 华氏新闻刘汉山 宋慧娟荣浩北台南报道 嗨 我是盈彤 记得订阅华氏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 站起来